我們來歸納一下 自然界的四個基本作用力 這四個基本作用力就是重力、電磁力、強力跟弱力 首先我們來看它的強度 它強度的話 我如果以電磁力當基準的話 把電磁力當成1的話 那麼強力是電磁力的100倍 那電磁力又是弱力的10000倍 弱力的話 又是重力的 這搞不清楚 幾乎是無窮多倍 你看嘛 這個是死的負四之方 除以死的負四十一之方 這是多少 這是死的多少 四十一減四 等於多少呢 三十七 就是一個一後面多少 三十七個零 幾乎是無窮大 所以的話 這個什麼 重力的話 比起其他力的話 幾乎是沒有 好 再我們看 這個 它的 歷程 就是它的 歷的那個 歷程 歷的那個長短 重力的那個 遠近 這個重力的話 是無窮遠的 就兩個東西 兩個星球 在很遠的地方的話 也可以互相細 比如說地球跟太陽之間 還是可以互相細 歷程很遠 那電磁力它也是無窮大 這個重力 它是跟R平方分之一成正比 那個電磁力 它的歷程也是跟R平方分之一成正比 所以是無窮大 那強力的話 它是呢 在原子核裡面的重力 所以它的那個 它那個什麼呢 它那個 歷程 歷程 歷程的話 大概是死的 負十五次萬 這個大小 大概就是原子核的大小 然後呢 這個 酪力 酪力的話 就是發生在什麼呢 子子 或者是中子裡面 這個尺度的大小 大概是死的 負十八次萬公尺 再來我們看看 它們 重力是什麼之間的作用 就是質量跟質量之間的作用力 電磁力是電耳跟電耳之間的作用力 那個強力 是什麼呢 是中子跟直子 或直子跟中子 或者是中子跟中子之間的作用力 弱力的話 是什麼呢 是那個原子核裡面的摔電 事實上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一個跨格 一個下跨格 變成了一個上跨格 它之間的變化 加上呢 路波爪這樣子 這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這個的話呢 是晃生性衰變 好 那它的話 它的這個狀幻 作用的那個角色 作用的角色 就是說 重力 最主要是星球跟星球之間的它的作用 那電磁力的話 是那個物質跟物質之間的作用 比如說化學作用 生物裡面的一些生化作用 這些都是屬於電磁力的作用 好 這個 強力的話 強力就是 讓這個原子核能夠形成 就是說 直子跟中子的話 能夠聚集在一起 這個弱力呢 它的作用就是說 原子核產生衰變 像什麼呢 產生β衰變 這是原子的話 它的原子序加1 這個就是說 這是核反應 原子核的反應呢 是屬於弱力的範圍 所以 融化 糊肉 爪